請起立 走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過早 我們這次要來分享我們台灣民政府 立法改決和主權好中 以及我們後面要做的專行政議 首先先主要介紹 我是叫做民生 我是在民生 台灣民政府的思法部 首先來給各位介紹 這是全世界的歡迎 歡迎的系統都有一個 正義的形象 正義的形象 叫做正義流行 它是古羅馬 代表公平正義的流行 全世界都用這個形象 來作為我們思法的一個代表 他的手 是嚇到一支公平的心盤的天平 另外一支手是 嚇到來自立法官的 層間除惡絕對制裁力的寶劍 白酒把他甩起來 還是一個 男人的形象 為什麼要用男人做形象呢 因為 男人有母性 有母性 我們十八歲 有的國家是用十六歲 作為生年的一個基準 未生年的孩子 他有學習的空間 他有學習的空間 所以 除了未生年的孩子以外 所有全部都一直公平 一定要受到這裁 脈酒把他甩起來 無視背高的容貌 權利 跟他的身份 家事地位 這個空 太長了 所以 我跟他分成兩段 一段 在我們初期班這裡 一段 我在國際班的時候 來跟各位分享 首先 我們說到主權好中 我們也知道我們是誰 我們到底是誰 我們到底是誰 中華民國 來台灣這裡 六十七年 跟我們說 我們台灣人 就是中國人 阿國際是怎麼看這個事情 這個空 首先 我們要先知道 我們到底是誰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原點在哪裡 我們 真正的國家 是誰 在這個圍面 這就是 李登輝先生 我們 做 台灣的一個 九十幾歲的先拜 他也做過 中華民國的總統 現在要拿著 現在也要領 做中華民國的退休金 他一百度 很趣 我是不是我的我 這要做什麼呢 要讓各位來了解 問你們自己 他換到九十幾歲了 政治的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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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比那麼高 總大就是做到 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要讓你們自己問自己 我是不是我的我 是不是我的我 意思是什麼呢 日本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們要好好來思考一下 含著總統的李登輝先生 都在那裡有一個疑問 我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畢章 將會跟各位分享過 國兵飯店是誰 躲在國兵飯店的人 我是本土的台灣人 我到底是什麼人 全世界都沒有生人 我的國籤 中華民國是全世界 全世界都沒有生人的國家 按照國際法 我的國籤到底是什麼 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 現在 名牌要得到什麼人在坐 中國在坐 中國在坐 我們台灣人 是中國人 台灣是什麼台灣 日本是什麼日本 我要向什麼人好中 我這樣要向 中華民國好中 後輩 這次是很趣 他在說 要請大家問自己 我是不是我的我 他給你的答案 同樣是這幾句 我是 不是我的我 我是 不是我的我 意思是什麼 台灣 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日本 不是日本人的日本 是 修仙 以前我們比市長請大家 拿出你們 新聞情出來看 今年 我今天做一個調查 今年有拿新聞情 去領票選舉的人請你來唱一下 台北人都有領 因為 我們 在台灣這裡 我們向麻平 我們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要來選台灣人 我們要知道 按照全世界 公民的定義 什麼人 才有選舉權 公民才有 大家都要知道 公民才有 公民擁有 公民擁有選舉 罷免創制 副決權 這中華民國的 偏返謀銷 結果中華民國 讓你行使公民權 結果叫你拿什麼新聞情出去了 國民身份喔 什麼是國民 我的女兒 在那兩年前出事 他現在兩歲而已 這樣他是不是國民 他是國民 我有他選舉 為什麼我女兒沒有他選舉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很趣 叫你行使公民權 結果叫你拿國民的身份 出去做這個事情 這樣全世界有成人 中華民國的選舉 他有效 沒有效喔 所以請大家 注意看 你們有出的選舉 我們都叫那個 感情社會人去 其實我們叫兵器 他叫一個台灣人出來 出頭 出來要選舉 主要是要讓這個選舉 超過50% 其實一個選舉 要有效 選舉的有效投票數 一定要 超過整個總體數的一半以上 超過50% 這個選舉才有效喔 中華民國 為什麼要鼓勵大家 30塊 大家還要來做好選人 你只要出來選 不管你選有條 選沒有條 你都有賺到錢 因為他要把這個選舉 報告全世界的人 公民說 你看看台灣人 來投票 要讓我這個中華民國 繼續跟台灣 超過50%的人 你看看 他的南民層 有到50% 沒有喔 他現在 他統計起來 現在2300萬人 從中國 1949年 民國38年 走路 來臺灣這裡 差不多400萬左右 其他的 19900萬 是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結果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去港支持 要讓 流亡者 來繼續給你台貫 這個選舉超過50% 中國 中華民國 選舉的陰謀 就是這樣 你們怎麼知道喔 你們只是國民身份喔 不是公民身份喔 結果你們去領票出來選舉 這樣有犯法 沒有犯法 犯犯 犯犯 犯犯犯 一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 可以 有在推行說 我們 臺灣民政府 要去拿 日本時代的貨質天本 我也去拿 這就是我日本時代的貨質天本 我的阿台 叫做林菜 生林 他叫做菜 一季而已 彩虹的菜 阿祖叫做 林荷 叫做荷 阿公叫做 林幽町 他們都日本人 這全世界公民有存在的國籍喔 他們是日本人喔 也叫做日本的 阿祖叫做荷叉 把他們訂購起來 這全世界都有公民喔 臺灣人 有日本人 臺灣人就是日本人 全世界都公民 結果中華民國 來這裡跟你們大家 一路改造 中華民國的人 中華民國不存在 你們失去國籍了耶 你們的國籍 你們把阿祖 阿台 阿公 交給我們 負責 給我們弄中了耶 結果全世界都還不承認說 有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我們要不要回來 把這個 我們自己真正的國籍給找回來 要不要 當然是要 公民才有參政權 選舉罷免 創制覆決 我們 不是公民 所以早期在領票 我是建議說 我媽英九 你可以 來 好等一下 你看看 中華民國公民新潤政 再來辦一次選舉 你看看你會抓得不抓 中華民國按照現發的公民 包括 外蒙古喔 包括新疆 包括西藏喔 包括河南、河北、湖南、湖北 這個地方 這個選舉選出的總統 是效忠於憲法 然後他 有沒有叫 中華民國的有效公民 來選這個總統 有沒有 沒有耶 結果有什麼人來選 外國人來選 外國人是什麼人 爛耶 我們是外國人 其實他們才是外國人 他們是民國三十八年的時候 走路來這裡 這我們要知道 所以全世界有信任 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沒有人信任 我們外面的台灣人 還沒丟到 事實上 在在一百九五年的時候 台灣已經應救掛給日本帝國的天空 中華民國一九一一年的信任建國 在在意建國進行的時候 台灣就已經是日本了 一九十五年 台日本戰敗 就麥克阿瑟命令來台關台灣 流氓的憲法的主權 包括土地 包括人民 當時有包括我們台灣嗎 沒有 包括說以中華民國憲法一百八七條 還割12天的修憲 都沒有包括台灣人 還有台灣的土地 都沒有包括主權 流氓國憲法裡面的有效公民 沒有來參加選議 是我們台灣人來選的 這樣的總統有效嗎 沒有效 所以 美國的國內法 對這個 有設一個 叫做台灣關係法 大家聽過的人請你拿手 台灣關係法 好 謝謝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全世界只有台灣關係法 只有中華民國關係法 有嗎 沒有 上面寫的是台灣喔 然後 統治台灣的這個 這個政權叫做台灣當局喔 而且是復蘇 台灣當局是什麼 是政府嗎 他不寫政府喔 他不寫 他是寫台灣東京 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只有一個國家跟誰說他跟台灣有關係 所以 用作台灣關係法 其他的國家都沒有人敢用一個台灣關係法 是沒有關係還是怎麼樣 當然是沒有關係 美國這個關係是什麼關係 你們知道嗎 怎麼關係呢 我們都不知道 不過我們來上課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知道 再來 我們來看這個政策 空襲的時候 那個緊急的那個 那個防空洞 緊急措施啦 黨政軍眷屬優先陣喔 美空襲的時候 港湖還在分說 這個人是 黨政軍 中國人 這個人當美 人這樣耶 相信我們留一百歲 反省後怎麼有人看過 這個人 那些人很難民都不敢拿出來 屬於是有發行這個東西 如果真的來宏宅的時候 他們優先走路呢 走路就有牌 我都跟他笑說這是走路牌 走路牌 我們台灣人沒有耶 中國人民 來台灣的時候 含走路都有一塊錢 對我們台灣人 敢有平定 我們台灣人敢真正是中國人 我要說什麼人好中 我們要知道 我們這個課就是要來講 中國國民黨 不敢說的事實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不敢面對的事實 最近大家都有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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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高雄齊齊長 我做過中華民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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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去中國我們很開心 因為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來自中國 他不是台灣 剛才說到這個 很趣 大日本 本地國去 或是組織去生中 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要請問各位 中華民國 有 台日本帝國的繼承權 沒有 沒有 一個土地的政權要轉移 有幾種模式你們知道嗎 我給各位報告 都中三種模式 第一 戰爭後遷屬教育 科比馬關教育 當初是青帝國給我們掛給日本 白紙黑衣 說這個小孩 給你了 這個土地給你了 就是這樣而已 這是第一點 第二種模式 叫做併合條款 科比當初是一樣 甲午戰爭因為韓國的問題 聯合台日本跟青帝國兩個戰爭 戰爭後 結果 台日本贏了 中國輸 那時候不叫做中國 那時候叫做青帝國 青帝國戰爭 戰爭後 和韓國都看他隨便 看他隨便 看他隨便要怎樣 我本來要挖你做附屬國 我現在沒有要挖你了 不然就要把他 的方式 他們韓國的方式 簽署座教育說 後面請天空 把我的國民董給你自己的孩子 你給他派官 如果戰爭的時候 你給他派出去戰 他會為你台日本帝國離戰 這叫做併合 另外一種 這大家都知道 叫做嫁性 我的土地 人家說我走去 叫翁星去 我的土地 會給我兒子嫁性 或是叫嫁別的兒子嫁性 當然是自己的兒子嫁性 那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主連法 自然 自然法 有一個叫做繼承 這叫自然繼承 我的東西 就是老我的兒子 如果沒有人會 做其他的模式 沒有其他人戰爭 或是外交人輸去 我的土地 我的家 一定是交給我的兒子 這叫做自然繼承 這叫做自然繼承 嫁別的兒子 才會來嫁性 說我的財產 比我們沒有的財產 結婚 日韓 當初就是因為 類似併合條款 就是併合條款 來造成的 另外一種就是嫁性 中華民國 有台日本 日本國的家庭 無非 要叫天皇 叫阿爸 不行 是不可能 那是把我們姓 哪有把我們騙 所以 我們現在有在辦事文情 我回去的時間才好 看到辦出 我們這個大日本 國的 那個 負責天本的 我心裡說 嘿 我的阿台 我的阿祖 阿公 都日本人 去生到中華民國的兒子 有到有衰 有國籍生到無國籍 結果不是啦 我們自己給他負責不放 這張新聞情負責不放 這張身份證 抱著不放 抱著不放 這好換掉了 還要回去 人造幾種 去日本時代 去找那個 我們的佛政事務所 去採取日本時代 給這個天本 美國為了這個事情 在在2009年的時候 把全台灣的佛政事務所 全部都 開放連線 讓你們台灣人 方便 不用 你現在如果要拿到 日本時代 給這個天本 像我這份拿到 我當時拿到 我自己的小孩 結果我當那裡 很冷靠這麼穿就有了 以前只要 走回去原居主帝 你們知道嗎 日本時代 給這個天本 美國 為了我們台灣人 方便 全台灣連線 給你們方便 你們就 資金去辦就好 這鼓勵你們 這次不差 就不跟你們公佈剩 而已 所以大家要知道 美國在後面 大家都說 美國都沒有做事 美國都沒有做事 他怎麼會沒有做事 事情做很多 看你怎麼看 沒怎麼看而已 沒有台無事 中國民國 將會把日本時代 給這個天本 把他連線 給你們方便 給你辦 會 最近 他們還有一些動作 他現在 去清這個 給這個天本的時候 幫你問檔 我當時 我當時 他都不敢問 因為我第一倍 他都不敢問 現在都會問檔 問你 你辦這個要做什麼 這個就不好 你又要做什麼 結果辦辦的 又把你統計起來 統計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他在選擇 你當時要走路 台灣人都會 當你人家做幾種 他在要做 他要走路 所以 我們很清楚 我們是誰 我們不能繼續 騙去 中華民國 沒有台日本 帝國的價錢 我所有 我阿公 我阿祖 我阿台 當然是流下來的土地 很奇怪 如果拿中華民國 深圳 拿中華民國的新聞錢 我算非法繼承 大日本帝國 我阿祖 我阿台 日本人的財產 是不是這樣說 這你怎麼很清楚 我下去的東西 跟全世界都一樣 這是國際 萬國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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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身我們怎麼知道 台灣的憲宗 是日本天皇的職地 國民黨都跟我們騙生 說是日本 那個是割讓給日本 清帝國割讓給日本 然後李鴻章 上權辱國 全世界跟你這樣說而已 遷述和平條約 上權辱國 辱什麼國 辱國 人家辱國也是辱清帝國 也不是 那人羞辱你大日本 那個 那個中華民國 不是羞辱你中華民國 跟你中華民國 一點關係都沒有 由美國所選領 什麼 當然是什麼人來 封詐台灣 美國來封詐台灣 因為 我們那個 東京 那個 新日本的政府 向美國選擇 他選擇 我們就對在選擇 沒有 當然也有 因為我們是港國的 在 我們 喂 在 中華民國 會 中列詞 你們知道中列詞 裡面都 台什麼人 戰士的人 都影響 全世界 都有為到自己 加戰士的人 來 入一個 類似池堂 英雄館 類似 收集影響 營靈的地方 中華民國的 中列詞裡面 沒有放台灣人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有可以去看看 有可以去看看 我們台灣人 當初是 在那個 世界大戰的時候 為台灣 犧牲 的人 什麼人 叫他去拜 你知道嗎 日本人叫你叫他拜 現在是 全國神社 所以我們 建拜 如果要去拜全國神社 中華民國這樣 妹妹好 妹妹好 會怕 為什麼 因為你們又找到路了 你們又知道說 你們 你們為你們 正式的人 在哪裡 三萬九千一百 的 讓日本人 當做什麼神 當做佛國神在拜 當然我不要去 勤工是什麼 正式的就是影響 正式的就是影響 中華民國有影響 不過他的影響 到包括我們台灣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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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怎麼知道 那個 那個 這個 這是美國 我們的 這是美國 司法部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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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天空的旗 為什麼我用日本旗 這個口 因為時間有限 我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是什麼日本人 和現在的日本 日本有什麼不一樣 中國 全世界都知道 中國只有一個 日本有幾個 你們知道嗎 日本有幾個 你們知道嗎 五個 其實只有兩個 有兩個 因為 天皇 白紙黑字寫出去 只有兩個而已 就分成兩個而已 所以我用天空旗 做代表 十六半橘文旗 他們說八重半橘文旗 一樣的東西 這塊天空 這是我們校長的 擁有我們台灣主權的人 就是日本皇室 再來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第一 我用這個做代表 我們可以來看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寫得很奇怪 第二條寫什麼 只有第一條 中華民國是主權在於國民權利 所以中華民國人 如果跑到澳洲去 澳洲主權變他的 跑到加拿大去 加拿大主權變他的 跑到紐西蘭 紐西蘭主權變他的 跑到美國 美國的主權變他的 這叫做什麼呢 土匪 土匪合法化 我們認為說 我們的主權在我們的 政府庁很好的 所以我們去那裡 我們都可以做主人 結果我們被騙了 這剛才的標誌 我要向各位說 美國 是50州 他們叫做聯邦政府 你們知道他們的主權在什麼人的 政府庁 在在州政府的身上 在州政府 是在一個 集合體身上 所以他們有50個州 有50個州 所聯合起來的 所以他們50個州 有50個州的州憲法 然後50個州 在共同一個聯合的 叫做聯邦憲法 所以不是大家的州都有死刑喔 你們要知道 在美國 不是每個州都有死刑 他們每個州有自己的主權 所以他們有權自己決定 要不要留死刑 死刑算是很嚴重的刑 同樣的就是死刑 不是每個州都有死刑喔 你們要知道 日本主權在什麼人的身份上 在天皇的身份上 英國 主權在什麼人的身份上 魯弘的身份上 你們要知道 一個皇帝可以擁有自己的國家 你們要知道 有很多 我們都想說 一個人可以擁有一個國家 一個皇帝可以擁有自己的國家 你們要知道 大英國協 你們不要聽過 不要聽過人請你去手 大英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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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文都不要聽過 加拿大 的主權在什麼身份上 你們要知道 大英國協女皇 和英國女皇同樣 同樣的 澳洲呢 是不是 也是 全世界的主權統制 擁有這些 都總有 38個國家 有38個國家 有38個國家 效忠英女皇 你們要知道 大英國協 有38個國家 好中醫 所以我們有規定說 一個皇帝可以擁有幾個國家 沒有 不要用 共和制的思想 中華民國的那個 思想 去放在 帝制的國家 那 我要問各位 如果實施帝制的話 有什麼不好 有沒有很不好 我跟各位講 加拿大 有不好嗎 澳洲有不好嗎 甚至更早之前的 美國也很不好 因為美國是 藉由獨立戰爭 跟 他的媽媽打一仗之後 脫離 英國 而自治 脫離之後 還簽了巴黎條約 兩國條約 簽了什麼 這娘 美國獨立 後面你的孩子 向你發獨立嗎 絕對向你發獨立 因為他長大了 娶婆生兒子 要娶自己一家嗎 愛 他向隔壁發獨立嗎 我們台灣人很奇怪 說回來 我們台灣也很奇怪 不想認自己的老闆 所以去認隔壁做老闆 再跟隔壁說 來我要娶婆生兒子 我要獨立 去向中華民國發獨立 結果發出來獨立 在國際上的人 在國際上的人 在國人 他們聽起來為什麼 連台灣人發獨立 然後去向中華民國發 那個獨立在哪裡 我們一直以為 以為說 我們就要做中國人 要切瓦 獨立就是要切瓦 這樣 結果我們還要切瓦雜魚 還對國際上的人 人說 我發獨立在中華民國 政府上面 所以我向中華民國發獨立 所以我們獨立的前輩 你們的 你們的想法 你們的做法 我是很輕盼的 你們堅持 我都堅持50年 現在好情形 好情形 中華民國 沒有擁有台灣人的發獨立 所以你把獨立發獨立 發獨立 在50年 還是不會成功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做全都沒在他的身居上 他就不是你的阿爸 那不是我們政治上的阿爸 我說的阿爸 就是政治上的父親 我們要知道 日本有兩個日本 這是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簡單給各位介紹 大日本帝國憲法 大日本帝國 英文名稱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 是不是叫做Japan 不是喔 不一樣喔 我們在當初是 在國聯 在聯合國的前身 定路就是叫做The Empire of Japan 我要問各位 英國那是大英國協 不是喔 它只是大英國協裡面的 三十八分之一耶 有沒有代表全部 沒有耶 沒有人叫英國去代表 加拿大也沒有人 沒有人叫英國去代表澳洲 那不是這樣 那澳洲有自己的憲法 加拿大有自己的憲法 那個英國有自己的憲法 甚至新加坡 馬來西亞 他們都有自己的憲法 可是他們擁有同一個共同的一個國 君主 就是大英國協女皇 就是皇室 所以我們要知道 加拿大的海軍叫什麼海軍 加拿大皇家海軍 澳洲咧 澳洲皇家海軍 馬來西亞咧 馬來西亞皇家海軍 你怎麼知道 馬來西亞是七個國王 七個國王所造成起來 然後他們七個國王都效忠英女皇 七個國王是一人輪流做皇帝 做兩黨 不過那個皇帝還要向 陸鳳 好中 馬來西亞的皇家海軍 是好中什麼人 不是好中自己的國王 是好中英女皇 馬來西亞 你怎麼聽到 新加坡 海軍 叫做什麼海軍 皇家海軍 你都沒聽到 紐西蘭 在南半球 皇家海軍 可是這幾個皇家海軍 有沒有 他只是效忠同一個主權對象 可是他們有沒有各自有自己的國家 有喔 所以你要知道 主權高於國家喔 不是國家擁有主權喔 而是主權者擁有國家喔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東西喔 日本的皇帝 現在擁有幾個國家耶 兩個 有很多嗎 沒有很多耶 很少 很少 我們要知道喔 大日本帝國憲法是日本基於 君主立憲而制定的首部憲法 這個 為什麼他要來 這個時間點要來推行 當然是由他的訴求 啊當然因為我時間的問題 我 這個我就不要說太多 我們後面再來分享 為什麼我會跟各位講 為什麼他要來 推行這個君主立憲 有他的需求啦 這是公佈在那一百百九年的時候 在那一百九九年 那一年的時候 十一月二十九 是死的 這叫做 政情憲法 也叫做古憲法 這裡有兩張党 我要來國為國 這跟我們台灣 有很大的法理上的關係 帝國憲法本文 大日本帝國憲法 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係 有人在罵耶 有什麼關係 我告訴各位各位聽 為什麼 我們要知道 帝國憲法本文 在這裡 要怎麼把這個 帝國憲法本文生效 用什麼 用造書 這個就是明治憲法造書 再來 是明治憲法的造書 讓帝國憲法生效 那我要問一個 在法理上的叫做 未接的問題 憲法造書 讓憲法生效 我要問各位 憲法 的效力 有沒有高於憲法本身 有沒有 有 造書 造書比較大 還是憲法比較大 造書比較大 你們台灣人 當時 十四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地方 你們知道嗎 在在戰前 1945年 4月1號 讓你們台灣人 擁有參政權 擁有參戰權 我們 今天設備稍微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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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參戰權 然後台灣變成內地延伸 憲法實施之地 層級有高於憲法 有沒有 高於憲法 所以中華民國很多學生都走去說 都走去 進行都走去找 不然他不用找 因為我把答案都已經給他了 他去找什麼 找說 那個憲法造書沒有效 因為日本沒有修憲 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時候 那個日本沒有修憲 所以在法律上無效 我說對 在法律上無效 可是我們是用更高的位階 是造書讓我們準的 所以台灣人變成 大日本人 他是 在造書的結構是高於憲法 所以他們沒有開憲法會議 是正確的 因為層級高於憲法會議 你怎麼知道 日本國 現在的日本 在美國上落 他的英文名稱叫做什麼 Japan Japan Japan而已 是The Empire of Japan嗎 不是 他沒有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 我們說這個關係在哪裡 在戰敗之後 我們要知道 在1945年的 9月2號 我們大日本帝國戰敗 大日本帝國戰敗 等於台灣戰敗 等於琉球戰敗 等於日本戰敗 等於韓國朝鮮戰敗 等於北方四島戰敗 等於新南群島戰敗 日本國的憲法 是在1946年戰後的一年 11月3號所公佈 在1947年5月3號起實施 實施的時候 天皇 去 去 就地踏堪 新日本的 屬地的 土地 的領土 他沒有來踏關台灣 所以台灣 是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 還是新日本憲法 新日本憲法 然後新日本的憲法 是根據大日本帝國第73條 第73條 所修改的 然後 在新憲法的第98條第一項 我這個要逃過萬五 說到那裡才聽的 在台日本帝國憲法 所提醒的法令 在新日本 實施的時候 同樣有效 只要沒有違背新憲法的內容 新憲法的內容是什麼 麥克阿瑟的三個原則 平等 然後 自由 開放 三個原則 就有的法令 在日本國憲法 實施的時候 依然有效 我們台灣有的一句話說 心理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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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但日本有因為 戰敗 來美國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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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日本國憲法 教書 先憲法的教書 奉地 基於日本國總體名義 確立了新日本 的建設基礎 經書密院顧問的諮詢 按照大日本帝國憲法第73條的規定 帝國議會 現已表決批准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天空 尊敬的孩子 獨立出去了 獨立出去了 我們台灣在立法獨立 結果什麼人先獨立 日本先獨立 人前後 結果一年人就獨立出去了 這天空出來的 會面就是 包括吉田茂 內閣總理大臣 畢源時從人 這些人 的連署 在那些交合在那一年 就是194年11個的青衫 一個國家 蒙國旗才需要這個 台日本 帝國有蒙國 沒有蒙國 沒有蒙國 所以我們 如果 我們台灣 如果做 我們如果說的國家 沒有蒙 沒有蒙 為什麼我們會被中華民國人 你們怎麼會被中華民國人 你們怎麼知道 我們的國家沒有王國 我們沒有被改變國號 我們當初是 叫金貝國 說要把我們 一律改成 中華民國國民 的時候 全世界 沒有人生人 在那裡 三個 國家打出來了 英國 跟美國 都打出來了 我們沒有生人 到現在才有生人 沒有生人 所以最近你們看 其他人 給什麼人 可以去美國 出頭的時候 給他免簽證 給台灣 他上面寫的是台灣 不是什麼 Republic of China 也不是什麼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是叫 共產黨和我來這裡 那是外來政權 那不是我們台灣的 他們的憲法 沒有包括我們 我們在國家沒辦法 注意看 這是天皇寫的教書 他寫的新憲法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所以我要向各位報告 有兩個日本的原因是怎樣 在這裡 這個大的區域 叫做大日本 這麼大的一個區域 叫做大日本 然後 新日本在這個地方 成立新憲法 這算是新的 我們台灣在這裡 我們台灣在舊的 這裡 我們沒有生死 是新憲法而已 我們是不是還有 自己的原本的古憲法 的國民 我們是不是還要保留 我們要保留 所以 我們台灣人 去說我們是 中國人的時候 叫外國人幫你笑 你自己去認賊作賠 自己跑去任賊作賦 這個地方 是新憲法的地方 我們這次是新憲法而已 所以兩個日本包括 新憲法 新憲法是只有在那個東京 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看到Japan的地方 在家裡 連下國去Japan 那是新憲法而已 我們台灣在哪裡 在旧憲法的地方 我們要很清楚 在天皇教書 最好一部 憲法 那個 新憲法 所思思的時候 最好一部 有的 有效的造書 就是 新憲法成立 我搓奧起來 因為他的新憲法 裡面規定 說天皇 不可以說話 當然 我剛才剛才說 天皇是在新憲法的地方 不可以說話 在琉球 有包括在新憲法裡面 沒有喔 當初是 台日本 前排的時候 是分成三個 軍事這麼多 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琉球 一個是台灣 台灣是用麥克阿瑟 他要命令 佛 現在是台冠年 所以他的 新憲法造成的時候 劉球 有幫過在他 憲法的地方 有 沒有耶 所以 琉球的地位 跟我們台灣人一樣 不過他也會騙去 他說主權回歸 哪有回歸 沒有回歸 他只是換一個 佔領權而已 因為現在的日本國 是在聯合國的 當初是什麼人打敗 台日本國的 就是聯合國的 全身國聯 啊 啊 我們日本這個 他又 退出 他又修憲 脫離大日本之後 還去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是 壓制大日本帝國的 敵國 所以你怎麼知道 不過他也是好 他沒有效忠 他只是把天皇當作象徵 因為主權在他身上 在他的口袋裡面 在他口袋裡面 我們弟弟都 讓國民黨跟我們騙 騙說什麼 小日本小日本 喔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 我要向各位說 天皇是我們的阿爸 喔 因為一個人 都有一個阿爸 你們的名 是隔壁給你付的 不是喔 我們的名是 我們的阿爸 或是我們的阿公 給我們付的 那不是這樣 現在的日本 什麼人給他付名 天皇跟他付名 喔 他叫做什麼 新日本 那不是台日本 不是喔 這個小孩的名叫做新日本 所以我們不能 繼續 對國民黨 在跟他命人小日本 他不是小日本 人有阿爸 人有阿爸 人阿爸 給他做新日本 喔 他的名叫做新日本 喔 真的要知道 有人說我拿出來這個家 喔 說這個家 這是第二張 天皇的姻 這 這不定 這都可以對的 這個都可以對的 第三個 再來說就是這個馬關條約 我們說馬關條約 日本說 下關條約 這個條約 我直接說 都說 我那個去查 維基百科 不準 說維基百科 是林詠辰 個人自己 教的 很討厭 我去外交部 拿出這個 東西 你有看到這裡寫一個 Y嗎 大家有看到 他的 這個浮水印 你看這個浮水印 這張圖 那是誰寫一個Y 這什麼東西 外交部的正式文件喔 他們上頭 對這個東西 叫做什麼 講和條約 中華民國寫的 台青 帝國 台風帝 八哈 以及台日本帝國 台風帝八哈 為頂頂和平 教育 讓兩國 跟他的身邊 中修兵 好 共享幸福 墮絕 將來的紛爭 極端 那就是怎樣 戰爭就是完結了 完結了 是不是要說好了 不然要繼續打下去 今天孫子都這樣 你打我 我打你這樣 要打不算 不可以打不算 不要再打 今天講講 坐下來 不要再打 所以這是台青 他們帝國台風帝八哈 那是要什麼 要說他們喪權儒國 什麼叫喪權儒國 搞不懂 條約有哪一個是公平的 不要說條約 就算結婚 今天跟太太結婚 我跟我太太結婚 總是有一方吃虧 不是嗎 不是錢幣那麼多 就是我錢幣那麼多 就有兩個白座 沒有 是不是 絕對是沒有 所以 兩個 包括結婚證書 都不是算什麼叫做和平條約 結婚證書算是條約 算耶 只是它不是國際條約 它是人跟人之間的條約 兩個人結婚 也是有人會吃虧 有人叫做好看 那不是 大清帝國 台風帝 派一個叫做 大清帝國 金釋 頭頂全款台信 名稱太多 太子太父 文華店大學是 北洋通信大臣 直立總督 一等數一伯爵 建白國的名稱有夠多 很討厭 叫做李鋒章 他頭頂的那個 無法骨頭頂 建白國 啊 大清帝國 金釋全款台信 日平頂台 出生 李鋒章 這李鋒章 就是他的兒子 他去做 一個符帖 簽條約 一個符帖 做什麼 就地踏勘 這馬關條會頂頭有什麼 就地踏勘喔 不是你用成五白講的喔 所以我們這些學者 麻煩一下 你們看清楚 看我說的是不是這樣 再來 大日本帝國這邊派什麼呢 派特賢 特賢的什麼意思 派 大日本帝國全款辦理台信 立國總理台信 從二位 勳力等伯爵 伊藤博文 人家寫得很簡單 他這邊兩行 建白國又寫兩行 再來 大日本帝國全款辦理台信 這個人叫做就地踏腳 叫做盧奧總管 他的名字 他那裡做接吻我就不要跟他說太多 這個叫做益藤博文 他和李鴻章 兩個去參數條約 李鴻章派他第2個兒子 那是他派的 我給各位說 不是他派的啦 這是八爪 他是大清帝國的金錢 我們叫做國民黨跟我們騙 他說 李鴻章他自己去簽的 跟國家無關 所以他喪權辱國 歐伯說 這個條約到後面的時候有什麼呢 裕子任名軍署妥善無確 會同議定各條款 開列於左 為全體大臣彼此教閱所奉 什麼意思 你派人喔 是不是你有代表奉帝來的 你的派人要拿出來檢查 來對那顆做鷹子 有對過鷹子 我們國民黨都跟我們騙 說是青帝國的李鴻章 去掛給日本 我不會說 天鴻對天鴻的關係 時間的問題 我簡單說 這個事件叫做 我們在100 速控年的時候 台灣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掛給日本的時候 全世界發生兩件事 國際事件 一個叫做 羅法號事件 就是B7林所處理的 在100速控年的時候 不是 不好意思 在167年的時候 所發生的 美國一台前叫做羅法號 Rerover 在我們五輪拼外的那裡 擱淺 擱淺 擱淺之後 結果我們的 他們有十八人 起來 收水收起來 剛才有反應 收起來 叫我們台灣族的人 有給他救嗎 沒有給他救 怎麼樣你知道嗎 台 他們為什麼 金髮人人精 那個時代 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人 把金髮人人精當作交給台 當然 那個時間點 青帝國在台灣這裡有六個屯肯區 不是 美國 向青帝國抗議 青帝國 說 那青帆 那不是我管的 你要怎樣 那不是我的兒子 全世界 都有看到 這是國際線 美國的準 擱台灣 擱發春帝 結果 讓我們台灣人跟台勢 全帝國 否認擁有台灣的主權 羅發號事件 另外一個 一百七一年 過四年之後 琉球的漁民 這次 每天都是 在台北 都內 都一樣 在華洋 都市 下午 如果 一百六七年的撲發號事件 那時候 青帝國都一樣 種椅子 黑巡 派他海軍 來講到什麼人 台灣人 台灣人 那時候是一個叫做 酌其毒 大家都 他是台灣族的 美國他發動戰爭 他一定是國跟國發動戰爭 他不可能去打小孩子 不可能說 像最近在說 派一台軍事的運輸飛機 然後來 松山機場降落 為了要帶一個小朋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騙人的 在什麼人 我們 私底下委員的身材來分享 羅發號事件的時候 青帝國的態度是怎樣 生番 他們是青帆 那不是我管的 你美國人要怎麼知道你 你跟他說沒關係 結果 美國派出海軍 來這裡準備要來修理這些 我們住民的時候 結果 一看 整個都關主民 關主民拿什麼武器 九頭 下山的竹子 本田 就要跟他們拚 美國是什麼 美國是拿到那個 那裡做那個 槍的 以前就有火槍 火神槍那樣的東西 美國有一個精神叫做歧視精神 兩軍對決 一定是要採取公平 你們看過西部牛仔片嗎 如果沒有 如果我有穿 你沒有穿的時候 我們兩個要對抗 你沒有穿 我有穿 我一定要把我的穿 背起來 一支給你 穿一支又拿給你 我自己保留一支 我們兩個對抗 互相往後走二十步之後 裁判說 打 互相 掏槍 才能夠打 這叫做對決 這對美國的歧視精神 所以美國人看到你們拿著原始武器的時候 他有沒有打你們 不敢打 為什麼 白贏也沒說贏 所以 美國怎麼你知道 他有宣戰 那宣戰要不要中戰 中戰 中戰要不要寫條約 寫了條約 叫做南甲之盟 這南甲之盟 現在要留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裡面 因為這是 美國正式的條約 美國第一次海軍戰敗 被誰戰敗 被台灣族打敗 台灣人打贏了 那時候沒有特地建國 就不怕 那時候建國的時候 就起來了 不過抱歉那時候你沒有建國 過就沒有機會了 國際條約 簽了後 台灣人說話 後面你們這些金髮我們認真 來台灣這裡遇到洪應 遇到傳案 要上案一定要拿著紅旗 搖一搖我就知道你遇到傳案 我把你送到西部 那邊交給清帝國的人去處理 說好了 後面你們要起來的時候 要帶粉 要帶糖 要帶火油 要帶煩油 要帶煩油 那時候什麼人說煩油 台灣族的人說煩油 為什麼 什麼人是煩 煩是什麼 美國煩 什麼是煩你們不知道 煩就是外來的東西叫做煩 煩薯 煩雞 玉米叫做什麼煩 煩 煩阿會 煩阿會 哪裡來的 紅毛煩拿來的 什麼人這些主人 我們這些主人 我們不是煩 什麼人這些煩 美國人這些煩 煩阿油是 荷蘭人帶過來的 煩阿會 西班牙人他們才是煩 我們台灣是本土的 後面我們這個煩要流 現在說我們變什麼 叫國民黨統治這段時間 我們台灣人主人所變 不是主人 我們所變煩 這個煩要流 後面說中國人就是叫做中國煩 畢竟是教育 白爪黑衣 我們台灣人已經可以答應了 跟國際條約上面跟人家答應了 以後 遇到傳染一定拿紅旗旗來揮 結果 我們台灣人 過四年以後 沒什麼事 這差四年以後 劉球 的人 原本是青帝國的附屬國 原本是人 青帝國做客人 政治上的客人叫做附屬國 他如果皇帝生意的時候 劉球他沒有自己的軍隊 所以他要找一個附屬國 你來幫他保護這樣就好 你生意的時候 我就把我當地的名散 帶來給你吃 當初是劉球 都是雞春 都雞民 有什麼 雞冬 風帝生意的時候 帶雞冬去讓青帝國的人吃 讓風帝吃 現在要回去的時候 剛才那個風帝來 帶來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結果 我們青帝國 夠強處理 一開始劉球 向青帝國 要求說來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有八十幾個國民 我們台灣人跟台市 結果青帝國有插意嗎 沒有插意 如果劉球這樣 切心 這個叫做切心 團絕關係 我劉球 後面你 你 讓青帝國的風帝 你生日 我都沒有要處理 都沒有要插意 我絕對不再帶 魚館給你吃 我帶給什麼人吃 換日本 要要求日本來處理 買日本 就打出來處理 看一看 在四年前 美國 一個將軍叫做李仙德 韓碧麒麟 做去簽署一個 南甲之盟條約 說好啊 台灣人 還不可以 還去簽署那個 剛才有純爛的人 還要這樣處理 後來還要向 美國 來抗議 說你美國人 簽署的條約 沒有效 羅法號簽的 南甲之盟 沒有效 台灣人基本 沒有在插意 你 當初是你跟我說 你也把你的報告 帶在我那裡 結果我看到 我照你這樣 做 結果我們人又死了 這樣 美國你是怎麼來處理 後來美國 李仙德將軍 就帶著日本人 去找清帝國的毛長溪講 你是怎麼 你們台灣人 還來 去那裡 剛才那個人 後來 這個事情的時候 毛長溪怎麼說 台灣生番細我化外之民也 法語不法 為貴國吃才吃 欸 清帝國的官 有夠好做 你們大家有發現到嗎 他要說 法語不法 為貴國吃才吃 就可以做官 所以 大家要有信心 你們絕對比方 中國人更好 他要說這句可以做大官 就是外交部部長 清帝國兩次在國際 公開 否認擁有台灣主權 這是在馬關條約進行 所以全世界認定這個地方 是不是 台灣是不是 清帝國的地方 不是喔 跟國際 沒關係 那是他的兒子 他這樣說 我小時候 我跟你講 台灣小孩都是這樣 沒餓吃 就四處找吃 我後來去找人 人家隔壁 不知道 我們以前就不要說 做小孩的時候 就不要說 這是你的或是我的 或是我的阿爸 或是你擁的 就有出 就沾下去 那國際很奇怪 開火的時候 他沾上頭 隔壁的時候 他沾下腳 我沾下腳 手就去沾 然後他拿 然後他拿 結果他拿去找阿爸 我阿爸跟我說 那不是我的兒子 你告訴我沒關係 不 我阿爸怎麼 抱歉 不知道什麼 可能發抖了 看多少我背 第一 背人嘛 第二 回來的時候 是怎樣 那些別人的東西 你不能拿 是不是 教育 當然我如果把他打到粗糙 就夠了 這也是教育 要教育 然後也要管制 是不是 阿清帝國有給我們教育 他沒有跟我們說 那 進髮我們人前的 不是教育 我們跟他當作教育 打 還跟我們佛領說 我們跟他無關 他沒有要處理 你美國 日本 做你打 打給他沒關係 沒問題 他剛才有看到 日本 抱歉 美國 那時候 歐純開的時候 因為你們台灣人 不是可愛 打你 打你也沒有 打你也沒有 不公平 乾脆去建立一個叫做 美東塔 擔 五蘭平的那個地方 啊 教育擔出會那個地方簽的 現在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啊 就看不出來 有一個政策 我們就看那個政策 會記得好生氣 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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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南端 要有一個案家 不要去弄到那個案家 這樣就好了 事情處理就改完了 啊 日本呢 日本就真的怕了 就真的怕了 真的打了 因為我們台灣人 為什麼呢 沒有遵守國際條約 沒有人跟我們說 國際條約要遵守 也沒有人這樣子講 啊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白萬眾也沒有統治全保的台灣 他好像他們那個政策而已 啊 白萬眾都做幾種 四種呢 那個時候都四種 台灣族自己就有四個大居落 所以他們沒有一個集體意志 所以算不算國家 不算國家 不算國家 算城邦啦 算一個state 不算一個國家 所以 我們台灣人 現在最近 阿祖 最近在說 說這個 那個 那一直以來 不好意思 那一直以來 國民黨都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你們之前不是這樣說的 之前是法語不法違規 或是在之類的 那個小孩說的是沒關係 那不是我的小孩 在國際上兩次否認 擁有台灣的主權 這是不是國際事件 然後他的身分是誰 我靠北部長 他有代表嗎 有代表 我們要來看這個 或做關係 我現在要說有兩個日本 大家來注意看 一百九零年的時候 在在十一月找到大日本 帝國的憲法實施 一百九五年的時候 下官條約 台澎群島永久歌浪 女大日本帝國天皇 大家都看 日本用二十檔的時間 打到西蘭安蘇群 都在花二十檔的時間 但日本帝國 才把全部的台灣情報 原本 在 一百九五年的下官條約的時候 全帝國 用他的台灣是只有三分之 他的西部屯墾區而已 還不到一半 包括中央産的 包括當部 的土地什麼人 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 結果他花二十檔的時間 叫做全台政府 政府有兩種模式 國民黨都跟他說 一種而已 最種 日本人抬台灣人 其實不只一種 統治是什麼 通婚 通婚是最多的 所以去年的 國民黨 有一個中央委 叫做廖萬郎 我和名字都把他抬出來 這叫 春寶鋼鐵的老闆 順爪和公司都把他抬出來 不然你可以幫我抬 去年說 原住民很多都是雜種 這句怎麼來呢 叫他攻擊 他說的是屬性 但是雜種很難聽 要說 我們的原住民 很多都擁有日本人的 整個社會 這叫做貴族通婚 這二十個時間 日本也不知道 西班部的三分之二的土地 不是清帝國的 那個不能跟人家拿 他當然知道 不然因為 你好起來的時候 我要向國民報告 但日本的帝國有參加 工業革命 有參加文藝復興 所以他在阿里當中 就是第一名 統統的國家 然後 隔壁就做 一條線而已 一線之隔而已 就住著原住民 然後 然後上岸把那個金髮狼眼鏡 當猴子打 這樣 是不是說 在那大 你也覺得 不說太適當了 你如果做好起來的時候 我要問你 你要做貴族嗎 你絕對不行 我的小孩 如果去跟 他在學派 這樣怎麼辦 時間都不要 不要 不要做 不是說我們平民不好 他都有 比較好的主管 我的小孩 要來照顧 時間也有照顧 結果他跑去像 李農城那樣 這不可以學 所以 如果有時候 我的想法 要來改變這個屬性 要怎麼改變 不再改變 當你隔壁 我們不再跟他幹 要怎樣 不乾脆 我的小孩 和他的小孩 都把小小來打掃 這樣就好了 是不是 日本人很有力 日本人 用20個時間 增獲台灣 所有的增獲有兩種 一種就是國民黨說的 爬 20台市 台灣人多少 所以 2萬幾的人 我要向各位說 2、2、8的時候 國民黨開起來 8天台灣的多少 你知道嗎 15萬 我們說50部 下百部 結果他是 1,000部 下50部 這幾十年的時間 有啦有台 因為如果沒有 很簡單 為什麼要叫做情報 要把你的財產 比作我的財產 很簡單 說起來很簡單 說起來也很難 你就是一個 警察 你就是一個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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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女兒 我叫我女兒去 尤關你們兒子 後面生產的孫 你的孫 我的孫 這樣 財產有作為賣 有沒有 這就叫做貴族通文 他就是要怎樣 他總是派當初的時間 這二十年的時間 派日本的一些貴族 孩子 女兒也有 女兒也有 日本人沒有跟我們拼 男兒也有 女兒嫁來我們這裡 所以 很多 台灣人的支持 都有日本人的系統 都是日本人 真是日本人 是怎樣 就是這樣 因為 要把你的財產 拐來做我的財產 就是 派我的女兒 寄給你 你的財產 比我孫的 這樣就是 他都找什麼人下手 找那個做組長 排灣族的組長 阿美族的組長 找那個貴族 人也在挑 你的 你會 你會想說 我一個公主 好鴨人的公主 他會想說 我來叫那個做 那個 非洲的食人族 做媳婦 你也會挑 如果準備去那裡 是政治目的 也會挑說要找貴族 是不是 不是 我也說 當時 還有一個頭面的 是不是這樣 這叫做人性 都會 人也會學不來 結果 這個廖萬龍 跟我說 怎麼聽說雜種 為什麼 不要給他補助 那都是日本人 其實 很多 我們原住民 都有日本人的系統 因為20年時間 日本人 跟原住民 真正的台灣主權者 交換 血緣的 已經融合了 這叫做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全台征服 這叫做軍政時期 再來 搞到 在我們 天空 讓我們台灣人 擁有參政權 跟參政權 之前 開始教我們 日本義 所以 很多先輩 他要說日本話 因為他日本人 日本人 不是說日本話 要說什麼話 日本人的國義是什麼 日本義 現在 台灣的人 外面都說什麼 他們 國語叫什麼 中國話 國語 國語報告 我們現在 跟台灣學的 包括這個文義 我現在 用的這個叫做 繁體字 這是和中國人 都沒有愛的本書 其實我們台灣人 對中國人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文言 因為他沒有跟我們保護而已 他沒有跟我們保護 是正常的 因為他跟我們無關 無關 你要叫我們保護 也太晚了 是不是 所以中國人跟台灣人 是一點點的關係都沒有 沒有好感 也沒有壞感 同樣的 我們要抱怨一點 在一九 四九年的時候 你們 中國共產黨 把你們不愛的中國本書 那個貪官汙利 國民黨那些 把他們送來台灣 你們自己不愛的本書 叫我們台灣人 吞下去 這個文義 叫做繁體字 他們中國人有在學繁體字 沒有 現在全世界很多國家的人 都在學中國話 人家學的是什麼 北京話 人家用的意 是什麼意 繁體字 你寫這個 是叫做鬼法符 美國人看著說 這我不懂 我會學到中文 我都不要看過這個 拿去彈條 我們學繁體字 是中國人不愛的本書 那些貪官汙利 通知我們 那些是中國人不愛的本書 你怎麼很清楚 我們要很清楚 當然現在如果沒有寫這個 大家看也沒有 後面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學日紀了 我要學得很好 我們後面 要知道 把我們自己的國家 求助回來 把我們自己的好的文化 又求助回來 一定要這樣做 這叫做黃民化 讓你穿日本衣 讓你穿日本歌 讓你學日本語 讓日本語有什麼 那個時間點 全亞洲 統選人的國家是什麼 日本的 日本的 讓你學統選人的文化 在1945年的四月圈 台日本帝國 用天宏的教書 讓我們台灣人 變成 擁有參政權和參政權 的 民 成民 當初 不是只有參政權 我們知道 我們會做一些先拜 三萬九千一百的 那個做 全國選手 那裡讓日本人拜 那是為什麼人的犧牲 為台灣的犧牲 也是為台日本的犧牲 所以日本人 把黨做是 佛國神在拜 我們台灣人 有去人拜 沒有 我們去年才 開始去人拜 因為我們 對於 去年才開始做做錢 參政權 什麼人去參加 包括林憲動 對 對 哭拼 有三個參議員 五個獎議員 還有一個軍事代表 叫做中山精 這裡有人住在屏東 請他唱 有啦 沒聽過中山精嗎 沒有 你沒聽過張豐旭嗎 沒聽過張豐旭 張豐旭 他爸就是中山精 所以就是 代表 我們台灣人 去跟田豐 拿這支保險 叫做參戰權的代表 就是他 都很高的代表 參政權 有一個代表 參政權有八個代表 所以 台灣朋友 對那個時間點 變成大日本 帝國的固有領土 內地延伸 從那個時候 開始實施憲法 當然 跟田豐旭 台北三個月的時間 差不多四個月的時間 我問各位 你今天 跟你的另外一半 跟你的先生 跟你的太太 結婚了 然後過了四個月 這個婚姻有沒有效 結婚就算一天有沒有效 還是有效耶 只要白紙黑字簽署了 只要 已經有完成他的程序了 是不是有效 是啊 雖然但我們台灣 有效的實施憲證 只有短短四個月的時間 還是有效耶 所以 現在我們 要來找這個 台日本代表 時代的給這個情報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的阿公阿祖 甚至我們跟日本人 我們有一些超過六十七歲的先輩 你們本身 就台日本人 是全世界生人的 所以 全世界沒有生人 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把國籍弄丟了 或者是我們的 父母親 把我們的國籍弄丟了 我們要把它找回來 全世界 有一個叫做 人權宣言 我們這些年輕人 可以看 人權宣言 第四五條說什麼 全世界的人 人 只要是人 都用國籍 我們台灣人 沒有國籍 甚至國際法 都沒有保護 我們沒有被當人看 所以 馬圓球 去年怎麼說 我幫你們當人看 他在講什麼 你們根本沒有國籍 你們怎麼會要聽 因為我們沒有國籍 紅毛黨做人看 不是只有原住民而已 我們所有台灣人 用中華民國 他剛看到那一段新聞前 都不是國民 不是中國人 也不是台灣人 我們是政壞 這個極競 極競 其實都沒有了 全世界都沒有成人的 沒有了 頭上的中華民國 我們的地位 最近 蘇貞昌在講 說要做 那個 紅毛猩猩 有人把他逼 紅毛猩猩 跟那個 蘇貞昌拿來逼 紅毛猩猩 我要跟蘇貞昌 怎麼跟你講 紅毛猩猩 還受到國際的 那個 貧林絕種動物的保護法 所保護 你蘇貞昌拿的是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是全世界都不承認你是人 紅毛猩猩的地位 甚至比你還高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國籍 我們原本的國籍 我們台灣人也不記得 我們台灣人也不記得 我們台灣人也不承認 我們甘願去拜 戰勝國 做阿爸 不去跟人 我們自己本身是戰敗國 我們跟人戰爭的時候 我們是戰敗者的 神論結果去拜 人 戰勝者的 神主牌 這樣說你也就是戰勝國 我們忘記 我們自己戰敗了 我們不記得自己是戰敗者 怎麼重新開始 我們要承認 我們自己是戰敗國 我們要找回這個身份 我們才能找回自己 我們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樣 都是戰敗者 不過 但是在說我們台灣人不對 日本人還不對 他不只說八萬天皇而已 他還去加立連合共 什麼人打敗 台日本的連合共 所以他去加立連合共 他們還做得比我超過 比我們台灣人還超過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 台日本 中國 美國軍事 日本 六九 跟台澎群島 分成三個實戰領區 台澎群島由麥克阿瑟一號普通命令 讓蔣介石指派陳以來代管 陳以來代管隔年 1946年 把我們台灣人 一律規劃成中華民國國民 有沒有經過你們的同意 那有你們的同意 沒有 沒有 還沒生出來沒怎麼同意 好 現在生出來 我如果說阿嬤 我當初是阿嬤 她也說我都沒有台母子 就被控告她 她也沒有去申請 她直接上廊 問題是 我有國籍的 兵不國籍的 違法 我是人 是不是 我不是同分 沒辦法 不過 我們要討論 按照國際法 我們還是有 我們的國籍 像我們的何老師 何樂園老師 他要規劃成台灣人 不行 你知道為什麼不行嗎 美國國籍的國民 你要變成無國籍的人民 你違反了國際 我美國政府 我如果同意 讓你何樂園來比台灣人 這樣比我違反聯合國的法令 不行 所以何老師到現在 不是 他是我們台灣的警察 我們也很認同 他生下來的孩子 有九年代 我懂 要規劃成台灣人 要等我們去 他為什麼要來做這個事情 他一開始 他就是很簡單 他就是說 我美國人 我如果想要來 我也帶 那位做我們台灣的 做五年代 做太太 生下來的孩子 又漂亮 風雪很漂亮 我也認同台灣 他 就這樣 美國 他都留在台灣 我留在台灣 我帶台灣母 我可以變台灣人嗎 也想要變台灣人 他去申請 結果美國 美國是自由國家 你可以移民 美國甚至可以讓你移民到全世界 任何各個國家 就是不能規劃成台灣人 為什麼 台灣不是國家 你變成台灣人 你是連紅毛猩猩都不如的 這要說給社群眾聽 蘇貞昌園最多的 紅毛猩猩的比 裝可愛 他比紅毛猩猩的不如 所以我們要來辦台灣行政 人家回來 我這張 是用我阿公阿嬤 兩個阿公兩個阿嬤 日本時代 給這天本 全世界公民的 日本國民 我的一張卡 叫做台灣公民身分證 我的國籍是台日本 不是修憲出去了新日本 所以有兩個日本就是這樣來 我們要知道 有兩個日本 全世界有一個中國 有兩個日本 一個叫做 大日本 這塊大塊叫做大日本 一個是已經修憲脫離 大日本的日本 自治 新日本 不要人叫小日本 阿爸有賠名 阿爸給他做新日本 結果他去連合國 那個新日本 沒有你也用一個New Japan 那New都給他生起來 直接用日本 不減不減 不減不減 是怎樣你知道 你不是唯一能夠繼承 大日本的一個人 台灣人有沒有 台灣人有繼承權 有繼承權 哪有 哪有結成權 講到立體了 時間的問題 我這個講完 在1946年初春 日本國政體草擬修憲 大日本帝國天皇 尋性 日本國政體國境 親日就地大堪 新日本的政體 政土的領土範圍 比照馬關條約模式 就地大堪 法理上的兩個天皇 交割 為什麼兩個天皇交割 一個是新日本的天皇 一個是大日本的天皇 他有去就地大堪喔 這是比照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萬國公法的模式喔 你去買賣土地 你要去就地大堪嗎 要去頂街市嗎 要耶 天皇也自己去頂街市 為什麼他要自己去 我告訴他 因為日本戰敗 大日本戰敗 大日本的官員 切拔廚三來 是 叫人 破國政法 拿去請三來 是 死了了 沒辦法 新日本那邊的憲法裡面 有沒有效忠天皇 沒有效忠天皇 所以沒有效忠天皇 天皇可不可以只派他去 幫你做事情 不行 所以新日本的官 我都不叫他們 我都不叫他們大神 我叫他們官 他們的官 沒有效忠天皇 所以天皇也沒有指派他們 天皇一個人去全日本走透透 就地他完成萬國功法的模式 再來1946年11月3號 大日本帝國天皇簽署 同意日本國修憲架構 日本國政體脫離大日本帝國政體 有沒有包括台灣 沒有耶 是怎樣 天皇沒來走透透啦 還有包括 釣魚台 沒有耶 所以釣魚台在大日本 還是新日本的憲法裡面 大日本 那大日本大家跑光光了 包括東槌時 大日本還有包括韓國 兩個韓國都有包括進來 因為東槌時是用併合條款的 用假的方式 通婚的模式 叫你後面 那個朝鮮人 天皇就請你幫他當自己的親民 你幫他當官也派他去死 我們台灣人當作是叫我們去死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公平是怎樣 為我們自己的國家的犧牲是公平的 影響啊 造型啊 當然現在的俗相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多篇子 叫做軍國主義 我們不希望這樣 後面我們也是最自由 不過 有人說帝制就不自由 要跟各位請問 加拿大有沒有比台灣自由 有耶 澳洲有沒有比台灣自由 有 有 紐西蘭有沒有比台灣自由 有 馬來西亞 新加坡有沒有比台灣好 有耶 不好意思 包括英國 英國有比 台灣比較好嗎 那些說的嘛 最近才扮黑了 做奧運而已 都比台灣比較好耶 台灣真的有自由 讓你選舉 是要讓你自己 兵草莓自己拔起來 中華民國叫你自己兵草莓自己拔起來 我們自己這樣拔起來 拿太拔 先說阿來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你來幫我管理 不管什麼人拔都中華民國拔 你們台灣人都沒有拔 很可能 再來一九四九年 時間的問題 我說得那麼快 台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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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祖 現在就流亡來台灣 藉由八二三炮戰 單打雙不打 欸 政經剛好會單打雙不打 沒有 八二三炮戰打了21年 有一些先敗 做兵的時候你們自己不要去讀過 那你做什麼 演戲啦 講他 很可能的 單打雙不打 演戲欺騙全世界 只有敢打金門跟馬祖 因為金門馬祖是中國的領地 那台灣澎湖是 是大日本帝國跟 那個 那個 美國的佔領地 是大日本帝國的主權之地 然後美國的佔領地 如果打上台灣澎湖的話 等於視同對 美國跟日本宣戰 所以 祖恩來很聰明 祖恩來他有去莫斯科大學 學國際法 所以他只打金門馬祖而已 21年他沒有打 不要說台灣 沒有打平衡 有齁 他為什麼不打 為什麼不要消滅金門馬祖 他沒有辦法嗎 他的人海戰術不好用嗎 我還會說他挑戰 要把國民黨老闆 台灣這裡 把你們洗腦 把你們台灣人變成 中國人 823砲戰 也是騙你們的 丹達 雙不達 要戰爭就戰爭 要把你打給死 還要提供我當時要給你開城 走一味就好了 這樣就打 大家要知道 這都發生 中國有的成功頂 1952年的4月28號 就在和平條約 日本國的吉田茂放棄 大日本帝國的台北群島 日本國自治於大日本之外 日本是什麼時候 修憲脫離大日本的 新日本是什麼時候修憲的 1946年 戰後的隔一年 他就修憲脫離大日本了 我要問各位 如果你的財產 你和你太太在6年前離婚 6年就已經離婚了 他今天可以賣你的財產嗎 沒有了 為什麼 離婚的時候就已經切割完全了 都已經切割完成了 是不是 1952年的時候 的國家叫什麼新日本 那不是台日本 不是 前排是台日本 不是新日本 那他在1952年的時候 已經脫離了 那不可以代表 新國的台日本 天皇有給他收款 沒有耶 古今山和平條 有寫到天皇 還寫到 台日本 都沒有喔 所以 他只是放棄 又很好笑 放棄 那他有說要給誰嗎 沒有說 沒有說要給誰 那我和我太太離婚 那我太太 我太太很可能 每個禮拜都要給我離婚一次 你剛才說給大家聽 和我離婚 他是回去做他們 我上人的 女兒或是說 嫁給嫁給嫁做太太 有人嫁給嫁做大股 沒有耶 離婚是一輩子 他要去嫁給什麼人 是他還有另外一輩子 那不是這樣 一番一輩子 日本只是放棄 有說要交給中國民國 沒有喔 沒有喔 而且放棄的是什麼人 台日本不是新日本喔 是新日本不是台日本喔 公道病 是新日本不是台日本耶 我們在這裡說 說到不來是日本現在要修宣 要回來孝宗天皇 我來這裡之前 我還不知道說 日本沒有孝宗天皇 不來去研究 他們的憲法說 女兒你們這個沒有校長天皇 結果去跟他們 做安倍晉三講 安倍晉三講 提案修宣 提案修宣 日本就是新日本年輕年 四月二日七拿出來 自民黨修宣案 他要修宣 回到大日本 第一個要效忠大日本 第二個 日本國的主權者是大日本 他承認 第三個 把日本的國防的那個自衛隊 改成國防軍 所以買了他們 日本的右派有兩個聲音 一個就是說 憲法無效 一開始就說憲法無效 這小三常美說的 另外一個 九元土地書 跟那個南出喜九字 他們說 日本憲法 一開始就沒有了 要把他拿去彈掉 那個模擁 最近 董選 主民黨的 那個 總裁 安倍晉三 他就是這個 日本國憲法修正案 我們 一個 算召集人 召集人 他要求三點 剛才有給各位報告 為什麼 他要回到校長天空 自由 已經發現 我們做大日本 帝國的那個 南海那 對於台那 很多自由 要校長才有辦法繼承 是不是 要校長才能繼承 不過現在 何頂有什麼人 台灣 台灣 像我們台灣而已 時間到了 我感謝各位 其他 做 那個 分享我們在國際班 會過來進行 感謝大家 謝謝